家庭猪扒包虽然工艺非常复杂,但是却非常适合,平时没什么胃口的人吃,这道菜酸酸甜甜的,非常开胃,这个菜经过我的改良,就不费力了,而且我外公吃到不停口呢,家庭猪扒包的做法步骤,一,首先,我们要把刚买回来的芹菜切成粒状,二,把香菇切成条状,三,把萝卜切成片状,四,把猪耙,用刀背拍打猪耙, 因为这样才够松软,五,包好一锅饭,准备比炒饭时备用,六,搅拌好鸡蛋,做黄金炒饭,七,把切好的芹菜,萝卜,香菇放到锅里炒,八,接下来把切好的番茄切成粒,然后放进水中水中煮,最后把100克豆粉开成姜放进水里,煮到橙汁状就可以了,九,把蔬菜全部放进刚才调制的汁里,煮一下放进炒好的饭里就可以了,十,放上煎好的猪耙, 再浇上刚才的汁,再放进微波炉盯一下就可以了,小窍门,小心些伤手,因为香菇很滑,使用的锅具,电饭包,超过